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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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见到你自己的佛性 想恢复自己的如来智慧德相 从哪里下手呢 我不犯中介就无所谷了 只持中介不持清介 这就不叫具足持境界 所以要具足持境界就是要轻重等持 持清介如同持重介那么重视 这才是强行为人生 这才能够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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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 所以能具足的持境界 是十方三世如来所赞叹 如果我们不具足的持界 甚至不持界 换句话说 不为诸佛赞叹 凡为鬼神唾弃 像放网经上告诉我们 在四十八清界当中第四十三条 若佛子信心出家 受佛正界 故起心毁犯圣界者 不得受一切谈乐供养 亦不得国王地上行 不得引国王水 五千大鬼长遮其前 鬼言大贼 若入一切诚意宰中 鬼父藏扫其脚迹 一切世人皆骂言 佛法中贼 一切众生眼不欲见 犯戒之人 畜生无异 木头无异 这是菩萨戒本礼 我们半月半月都要送 可见的 如果不好好持戒的出家人 没有资格接受一切谈乐的供养 甚至这个脚不能踏在这片国土上 连水都不能喝 一切鬼神都会唾骂他 一切众生眼睛都不想叹叹 这种人就是畜生无异 这是佛在经中非常严厉的喝泽 所以我们既然选择了出家的道路 这是我们大家都有很殊胜的善根 那就要好好的从持戒学戒来下手 把戒持好了 因戒得定 因定法会 这就在佛法上有成就 我们将来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因为戒品清净 决定能得上品上升 所以这是我们这次 来跟大家讲解的一个缘起 那么也感恩郑辉教务长 特别到绝缘寺来请法 为了大家能够更重视戒法 这是良苦用心 所以定红也觉得义不容辞 那么大众师父们 我们的生团 大家也很欢喜 今天都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共学 那么大家的威仪也非常好 定红过去就已经来过两次 对大家的行仪都非常地赞叹 那么在这里 我们来用两堂课的时间 把学界的意义和认知 一起探讨一下 来做共鸣 那么根据善见律 这个律文上这么说 若比丘尼请比丘说法 若不说八境法 先说语法 得第五篇的罪 若说八境语 后说语法不犯 这佛在戒律上都已经这么规定了 比丘尼请比丘说法 这个不同于我第一次来 是打佛妻 是居士门为主 讲佛妻开示 而这次是特别 由比丘尼来请法 那假如我不说八境法 再说语法 那我就要得罪了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先说八境法 说完八境法之后 以后还有系列的课程 说什么法都没问题了 那么根据三大部里面的刑事钞 刑事钞有很多家的注解 现在我们流通最广的 是资识记 袁赵律师所作 那么我这里引用的是会证记 另外一部注解 那么纪文这么说道 如来承道十四年 以母爱道求出家 佛不许度 阿难三起 佛令传八境法相说 若能尽行行者听其出家 爱道云顶待持 即得巨足借语 这是讲释迦摩尼佛 在承道之后 第十四年 佛是十九岁出家 三十岁承道 三十岁之后 就开始讲经说法 一直到七十九岁入密 观其一生 都在弘扬佛陀教育 所讲的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那么除了讲经以外 佛还讲戒 那么在弘承道十四年的时候 也就是他四十四岁的时候 他的姨母摩尔 这个波射波体 因为佛刚出世没多久 他的生母摩尔夫人就去世了 上升到道立天 那么佛陀是由他的姨母 摩尔波射波体 养到 那么 佛成道之后 他这个姨母 想求出家 因为都很羡慕解脱 看到佛陀带着僧团 很多都是大阿罗汉 神通广大 没有烦恼 得漏尽通 都羡慕得不得了 所以都好要出家 但是佛不答应 为什么不答应呢 因为佛说了 说亡谷诸佛 皆不听女人出家 诸女人被自依于佛 在家剃头着袈裟 情形精进 得获道果 未来诸佛一夫如是 我今听如以此为法 佛说的这个理由就是 过去诸佛 都不清许女人出家 他说到过去诸佛 如果女人要学佛 要修行怎么修呢 她可以自依于佛 就是归依三宝 归依之后就在家里 可以剃了头 穿着袈裟 在家里修行 等于是做在家的出家人 那么精行 精行的行道 最后也能得获道果 出果 二果 三果 乃至四果 在家人能持好八观灾戒 也能够得正阿罗汉 所谓白衣罗汉 但是如果不持八观灾戒 就不行 所以过去诸佛的这些时代 女子修行 基本上在家是八观灾戒 做在家的出家人 那未来诸佛一夫如此 过去未来诸佛都是如此 那所以佛说 我不能够开许女人出家 不能够破这个力 那结果呢 佛把这个意思啊 跟这些 就是 他的姨母带着五百世祖女 世家族的女子 来求请出家 佛把这个意思跟他们讲 那结果他们非常悲伤 哀求佛 一定要 这个收他们出家 不肯离开 他们在啊 经社外面 一天到晚 就挨饿受苦 到后来啊 阿南尊者 实在不忍心 很慈悲啊 就带他们呢 向佛来一请 二请 三请 再三地请求佛佛 慈悲 听许摩河波士波提 和五百世祖女 能够出家 最后佛没办法了 只好啊 就开出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就是啊 女子出家 必须要受持八境法 如果能够进行受的 受持八境法的话 可以听许你们出家 看你们答不答应 结果佛的姨母 跟五百世家族的女子 都非常欢喜 说顶贷受持 这么一说呢 他们就得戒了 所以第一批女人 出家的巨族戒 是从八境法得戒 那之后 佛就不再传八境法 的这个传戒方法 再以后传戒呢 就由这个摩河波士波提 他出家之后 叫大爱道比丘尼 就由他做和尚名 然后也是十师 比丘尼十位 那么先做结膜 白色结膜授本法 然后当日到比丘身中 来再做白色结膜得戒 那么这就是 比丘尼的由来 大爱道比丘尼 是你们比丘尼的十子 那他呢 就是由八境法得戒 所以你们大家 这一生有姻缘 得以出家 还真的要感谢 佛陀的八境法 这是在三世诸佛 离开的特例 如果没有这八境法 那三世诸佛 都不开始女人出家了 那所以八境法 是非常重要 那这八境法 内容是什么呢 总共八条 第一条 是讲理尽笔丘 这个文是这么念 足性女听 如来无所拙等正觉 所发不可违法 应尊重恭敬赞叹 尽行受不应违 医者 虽百腊比丘尼 见初受戒比丘 应起迎礼拜问训 请令座 前面一段是总说 足性女听 当时就是佛陀对着这个 她的姨母 跟五百世家族的女子 所以称她们 足性女 那么这些女子 都是很有品行的女子 因为世家族的 这个家人 从上到下 都是非常有品德 那么品德完美的人 一出家 很容易得成圣报 这种人称为足性女 所以这是贵族的女子 这个贵主要就是贵在 她们的品德的高贵 所以我们出家 想要成就 就要修一个高贵的品德 古来的祖师大哥 为什么能够成就的这么多 因为他们没有出家之前 就在儒家 道家上 有很深的学养功夫 所以德行非常的好 学问也非常好 出家之后 那就一帆风顺 可以开悟 可以正过 那我们如果过去 没有在儒道 这些基础的 做人品行学问上 下过功夫 或者下的功夫不够 仍然要多不可 所以过去上一次 教务长在这边跟我谈起 要用什么样的课程 来作为戒律的基础 我就跟他提出来 要用儒家的道德 要用报价的英功 儒家讲究五轮八德 讲仁义理智信 其实仁义理智信 跟佛家五戒 都是相关 对应 仁者不杀 义者不道 理者不淫 不邪淫 信者不忘 智者不淫解 所以能够把五常德 做好的 那持五戒是没问题 把五戒持好了 持比丘尼巨族戒 没问题 因为一切戒律 都是从五戒 展开来的 那么道家的殷口 像太上感应篇 像文昌帝君殷之文 安世全书里面的注尽 还有了凡四询 于静义功 于照神经 这些典籍虽然不是佛经 但是过去印光祖师 极力的弘扬 极力的流通 这些是旧式宝典 对我们修行也是有根本作用 不容忽视 你想把戒律真正使好 那道德英国的观念 一定要非常深刻 不然持戒根基不稳 遇到犯戒的因缘 自己就把持不住 那么如来这里叫着 足训女 你们听啊 如来无所作等正觉 这是如来十号之中的 三个号 就是讲佛 佛说八不可违法 就是八禁法 这八禁法是不可违犯 应当尊重 恭敬 赞叹 尊重 恭敬 是我们自喜 赞叹 是化堂 赞叹八禁法 也就是鼓励别人 也要好好地受使 要尽行受 就这一生不能够违反 那么第一条就是讲恭敬 比丘 虽然是百拉的比丘尼 比丘尼二十岁才能够受巨族戒 跟比丘一样 那受了巨族戒了 成了比丘尼了 再过一百拉 那么也就是结下一次就叫一拉 一年就结下一次 就算你年年结下 那不结下不行 不结下犯三篇的罪 比丘尼 比丘犯五篇罪 比较少一点 那你年年结下 一百拉就至少一百年 那换句话说 你至少是一百二十岁的人 见到初受戒的比丘 倘若他只有二十岁 一个小伙子刚下了戒坛 你见到他要怎么样呢 应该起来 很恭敬地去迎接 去礼拜 去问讯 问讯就是慰问 好言未问 请令坐 有座位 你要坐着的时候 你一百二十岁的老人 还得要站起来 让这个小伙子来坐 这是对比丘的恭敬 那佛为什么要这样制定 这八条都是恭敬地球 这第一条就是讲礼节上 这个道理很深 佛这里绝不是说 轻视女性 这个你看现在都讲男女平等了 怎么还能提倡八境法 八境法不就是等于轻视女性吗 那你这样就冤枉了佛 佛陀是大慈大悲 连一个蚊虫蚂蚁都不敢侵蚀 因为他知道 连蚊虫蚂蚁最极小暴喜的众生 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 怎么敢侵蚀它 佛见一切众生都是佛 所以《圆节经》上讲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那佛怎么敢侵蚀佛 所以绝没有轻视 如果轻视是一种傲慢烦恼 傲慢烦恼是属于见思烦恼的私货 贪嗔吃慢 这个慢 那阿罗汉都已经把这个傲慢烦恼断了 那更何况佛陀 所以咱们不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不能说佛陀不好 反而这正是佛陀大慈大悲 救度我们女众 为什么呢 因为呀 这个女众 其实一切众生啊 只要没断我持的 必定有我慢的烦恼 这个随着我 这个执着带来的四大烦恼长小数 我见 我爱 我慢 我吃 这就是四大烦恼 你只要有我就有这个烦恼 所以 这个 你只要来这个世间 还没有出三界 我慢 你是肯定 而你要出家修道 要成就道业 必定要把我慢烦恼给打破 所谓我慢高山 伐水独入 而在大爱道比修尼经当中 有七道 女众这个傲慢的烦恼 与生俱来的 比男众要 就平均来讲 重些 才会感得女生 所以佛为了帮助我们 对治降服这个我慢的烦恼 所以用这种八经法的法文 这个戒 就是对治我们这个烦恼 戒就等于是抓贼 定就是绑贼了 把贼绑起来 开了智慧就是把贼杀了 这贼就是烦恼贼 那假如我们不直接 那烦恼这个贼根本抓都抓不住 你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烦恼 你见了比修 傲慢无礼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傲慢 那么佛一说这个八经法 第一条 一想到 我刚才的举尺 确实是傲慢 你就把这个傲慢烦恼给抓住 你认识它 认识它 你对治它就方便 所以这八经法 就是帮助我们 对治这个与生俱来的烦恼 我们应当顶带收拾 这样才有可能这一生出三界 那么这也是佛门的伦理 佛门的伦理 是讲七重灵 那世间的伦理 讲五伦 父子 兄弟 夫妇 君臣 朋友 这五伦关系 那么这个都是一样 世间的血缘 关系 建立的父子兄弟 还有这种互相之间的感情 这种亲疏关系 建立的夫妻 朋友 乃至君臣 那世间圣人 提倡这个五伦 让大家能够顿轮进分 顿目轮场 能够尽自己的义务和本分 比如说 父要辞 子要孝 君要人 臣要忠 夫要义 父要听 这个掌要会 就是给予晚辈恩惠 用要顺 那么 这些五伦 父辞 子孝 胸有 地公 夫意 父听 君人 臣中 掌 会 又顺 从五伦就演出十亿 十种亿 你不管是担任什么角色 你肯定是五伦里面的一个角色 你不是当父亲 就是当儿子 就是当女儿 成了家就有夫妻 那家里肯定有兄弟 工作的时候就有君臣 就是领导和被领导 出门就有朋友 你肯定在这五伦当中有一个角色 那你就要尽到自己这个角色当中的秘密 这叫顿轮进奋 那么就能令天下和谐 假如五伦乱了 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子 那孔子就说这是乱世 家也乱了 这个国也乱了 天下也乱了 那同理在佛门的七众伦理也是不容许乱 乱了 那佛门也乱了 正法就衰了 那佛门七众是指第一比丘 第二比丘尼 第三世叉摩纳 第四沙弥 第五沙弥尼 第六优婆色 第七优婆尼 出家有五中 再家有二中 下位的要尊重上位 同一法的 比如说比丘之间 那么戒纳低的要尊重戒纳高 那这些伦理的关系是以戒体来建立 所以整个伦理就是显示出尊重戒法 以戒纳高 以戒为实 戒住则生住 戒法心则佛法能救度 僧团能和和 所以我们能够敦目在佛法中的轮场 这就是对护士正法有莫大的功德力 所以我们就是要从大局来着眼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就是讲 不得不得喝骂比丘 比丘尼不得骂棒比丘 作为一个比丘尼 是不能够粗言 恶语 谩骂 毁谤比丘 那么什么叫骂棒 就是说 这个比丘 你不持戒 破戒 破戒 破威仪 这就属于骂棒 骂就是他 纵然是有 破戒 破戒 破威仪 那你说他也是骂 当面就骂 如果他没有 他是个持戒比丘 他见地很纯正 那你还在那里讲他 说是破戒 破戒 那就是棒 毁棒 那就更不得了 业绩更重 那所以比丘尼是不允许这么做 这么做 就会得罪 所以比丘尼是要维护大声的尊严 那么这样维护尊严 是为了令佛法 生团更加和和 令社会大众更加尊敬 我们这个生团 那么第三条 不得举比丘尼罪 就讲 不得举比丘尼罪 说其过失 比丘得说尼过 无论怎么样 比丘尼也都不能去举发比丘尼的罪 去说他的过失 但是反过来 比丘是可以举发比丘尼的过失 为什么呢 因为比丘是大僧 是七众之首 是僧中的刚礼 换句话说 他是要同理大众 就包括同理比丘尼 士叉摩纳 沙弥沙弥尼 优婆色优婆尼 那么如果你要是举出比丘的过失 那就是等于下犯上 但是呢 比丘你有过失 作为比丘就有责任去举发 去劝谏 当然举发过失 也需要有五德 不爱 不会 不顾 不吃 这个知 是不是有犯过 不能因为有贪爱 或者是有称会 举发过失 往往是因为称会而举发 这就不对 那么比丘尼之间互相举发过失 也是不能有爱会不失 不就是可不 失失于失 还要知道该怎么举发 都要如法如律 第四条 是 于大僧中求受大戒 这是讲士叉摩纳 要准备求受比丘尼大戒的时候 要到比丘尸宫中来受戒 我听说这里也有失常谋纳 是不是 有多少位请取一下 好 还不少人 非常好 现在戒法看起来 慢慢的在我们国内已经兴盛起来 到场都很如法如律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士叉摩纳这个名字大家都不晓得 根本都 就是剃了头了之后 就可以马上受比丘尼大戒 那这种是不得戒 因为佛所制定的戒律 就是沙米尼出家之后 如果满十八岁了 必须要学法两年 先在比丘尼森中 起士叉摩纳法 由尼森为他做白色结膜 那么他才能够成为士叉摩纳 那士叉摩纳 这两年当中 主要就是学比丘尼的戒法 除了学四众戒 言耻不犯之外 还要学六法 就是不能有染心相处 跟男子相处 不能够杀畜生 不能够道四贤以下 如果道五贤 那就是犯众 就是偷盗的 这个中贤以下的罪 都不能大 还有 这个 不能够打妄语 小妄语 都不可以 不能够饮酒 不能够不 不能够非实实 就是过中不实 这六法当中 如果有所违犯 那么你就得从头来过 又来两年 意识到 你都没有违犯了 才可以尽受比丘尼打击 当然还要跟着比丘尼 学习很多威力 包括沙弥 沙弥尼也是如此 沙弥尼也要随学比丘的戒法 如果犯了比丘的戒 那沙弥尼也是同伴 那沙弥尼 试沙弥尼也是如此 也要随学比丘尼的戒 也是会同犯 也是要如法忏悔 那么试沙弥尼 学法稀满了 一般讲两年 那至少就是一年零一天 这个算法大家都知道吧 比如说你是年三十 这个大年三十 熟悉晚上 受着思察摩纳法 第二天 那就是到第二年了 然后把这一年过完 那么就可以去受比丘尼大戒 最少需要这样 那么最多就是一般讲两年了 两足年了 如果没有违反六法戒 那么就可以尽受比丘尼大戒 那么受比丘尼大戒 先要在比丘尼僧中 由十师受戒 受个本法 然后当天就得往比丘僧中 再做一个 就是二部僧中一起 十位比丘 十位比丘尼 然后再为你做白色戒魔 让你才能得戒 如果你不到比丘僧中 去求戒 你是不得戒 那现在因为我们大家都 好要学戒律了 随着过去的这几年 好像也就是过去几年 不到十年的光景 大家对戒律 现在慢慢的就来兴趣了 戒律原来是冷门 现在变成是热门了 这是好事情 大家都懂得 该怎么如法如虑的求戒 得戒 怎么去持戒 有所违犯 该怎么忏悔 这样僧团就能清静 僧海成亲 就能够光大正法 那么第五条 若犯僧禅 若犯这个二篇 应在二部僧中 半月行莫拉多 因为有未受拒戒的人在场 我就不念片剧的名称 那么比修尼 假如犯了二篇的罪 这个二篇 比修 有十三条 比修尼有十七条 根据四分比 如果没有好好学记 是非常容易犯 特别是四分解 非常容易犯到 那么如果犯到怎么办 那就要如法的扑罪 那要犯二篇的话 首先至少在四人身中 四人的泥身中 加上四位比修僧 里面去求 莫拉多 结末 行六亿 行半个月 比修是行六亿 比修尼是行十五天 那么比修如果有妇藏的话 还要行一个别住法 就是惩罚他妇藏的罪 别住就是他单独一个人 住在一个小房里头 为大公僧服务 但是比修尼因为不允许独住 所以就不行别住 直接行半月 莫拉多 莫拉多行满之后 要在二度僧 共四十人中出罪 二十位比修尼 二十位比修尼 这样来做白色节目 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要凑足这么多的人 大家都如法如意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比修尼比修 都要各自的结一个戒 这两个戒要重叠在一起 就像我们受戒 戒场 二不生的戒 戒场一样 那所以 如果能够做这种出罪 确实对戒法复兴也是 可以说是上了一个台阶 自己在台湾 有学了三年 跟上国夏清律师学戒 在台湾呢 一年至少都会有一次 就出二篇的罪 未必修尼 那我们的和尚 那我们的和尚 清宫和尚也常常被请去 这个未必修尼出罪 在大陆在大陆听说好像比较少 对不对 假如我们这边尼仲 佛学院将来有姻缘 也能行这个法 这是很殊胜 此周大师讲 我们行菩萨道就是为众生拔苦于乐 那拔苦最殊胜的莫过于为众生辞罪 他犯了戒将来必定做地狱 你看 根据经上讲 根据业报犯罪轻重 根据佛经 讲到这个业报犯罪轻重 假如我们出家人 比丘 或比丘尼 如果是无惭愧心 清漫佛语 犯二篇的罪 就等于是 这个华乐天 天寿八千岁 跺迷离中 就是跺在地狱中 华乐天 他一天 是等于我们的人间八百年 就算他也是一年三百六十天 那么八千岁 你乘一乘 大概多少呢 大概二十三亿年 跺在地狱中 假如不为他出罪 那将来他就要跺在地狱中 二十三亿年 所以拔苦最殊胜 莫过于为他出罪 那娱乐 那娱乐 就莫过于为他受罪 因为他能够得戒体了 戒体就有任运防飞制 或者功能 而且得戒的时候 是原念十方世界十法界 一切有情无情的众生 来求受戒体 所以在任何的境界上 都有我们的戒体在 那我们只要不悔犯戒体 这个戒体就运运的增益 功德就在不断的增长 乃至你睡觉 没有座义 功德都在日夜增长 所以这是 感得将来 无量的乐果 所以受戒等于是最好的娱乐 好 那说回来 这个 弟兄 您如果犯二篇的话 必须在二部僧中 来出罪 那假如人数不足 这个犯戒者 是罪不得出 那第六 是半夜 半夜 当从僧中求教授人 就是 比修尼半月半夜送戒的时候 他都要 猜一个代表 代表尼僧团 到比修僧中 去求教授人 来教戒 来教戒 比修尼 那么这个是要通过做个节目 我相信大家在这里都有做 对吧 半夜都送戒 送戒前 都要拆 比修尼 到僧中 去求教授人 我们僧团这边 也是半夜送戒 现在在这个 好像是 苦宁那边 有一个比修尼道场 来给我们修教授 这个法很好 这个二部僧的法 能够兴旺起来 这是戒法复兴的一个标志 那当然一般来讲 僧团都没有办法猜出 广教界的人 因为广教界的比修 他的资格是不容易达到 第一个呢 他要满二十拉 这条基本上塞掉很多人了 像我们僧团还没有人达到二十拉 对 有一位大法师 那么除了二十拉以外 他还有很多条件 第二 他要戒律剧主 他要持戒很经验 轻重等实 第二 他是多闻的 就是对佛法三藏都能熟悉 第三 他要能够送二部生戒 不仅要能背比修戒 还要会背比修尼戒 所以我当时在学戒的时候 三年前我到清宫堡上坐下学戒 老人家就叫我要先背戒本 我就把比修戒 然后再把菩萨戒也背 然后和尚叫我 现在要背比修尼戒 我当时就纳闷 我这比修干嘛还要背比修尼戒 和尚对我说 因为我们比修要有教戒比修尼的义务 你要是戒本背不出来 那你怎么能教戒别人 所以我只好也把比修尼戒背下来了 不过比修尼戒很久没背了 这不像比修戒 常常会复习还好 戒本如果不复习 也很容易会忘 所以最好是什么呢 每天都能够背 就像做功课一样 比如说是三天 那比修尼就不用背比修戒本了 那这个你两个戒本 今天背比修尼戒 明天背菩萨戒 这样来回的 那你随时上台送戒 都不会磕磕磕磕磕 那么第四个 就是这个广教戒的资格 是决断无影 他对戒法 开车吃饭 都非常的清楚 学得很深 能够帮人判罪 决断 没有疑惑 第五 善能说法 他便财无外 第六是族姓出家 因为过去在佛陀时代 出家的人当中 大部分是王子 贵族 本来在社会上都很有地位 很有名望 那么出家之后 自然就备受人尊敬 那比修尼也有的很挑剔 他们看到 如果是平民老百姓出家了 他们往往都看不起 所以呢 就是要求广教界的 他都要有一定的福报的人 当然现在就没有这些所谓贵族 我们讲说 他是一位有品德 有学问 在家的时候 是有一定成就 有一定名文的 这样的人 第七呢 言貌专正 比修尼 重见便欢喜 这比修尼 他还有时候比较左相 长得比较丑陋的 比修尼看着不欢喜 所以他还要有比较好看的容貌 当然是庄严的 专正的 不是女人写思的 要很有威仪的 第八 堪认与比修尼说法 劝令欢喜 就是他呢 能够往随顺 比修尼的这种根性 说法令他欢喜 纵然说八经法 他们也不排斥 对不对 不会说 这个比修就叫我来尊敬他 不要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就对立 就要说令他欢喜 让他明白道理 他才会欢喜 不是很刻板的 这个以上压下 这样就不好 第九 不为佛出家 而批法福犯重法 就是他没有犯重戒 那么这十 第十就是满二十岁 就是二十娜以上 这种人才有资格广教计 那么我们所遇到的 只认识有一位 就是国兴律师 他是在台湾行广教计 在这边好像没有怎么清楚过 但是如果将来有姻缘 能出现这样的律师 这种律师是第五律师 这个第五律师 就是他能够广颂二部律 比修 比修尼两部律都能够送 那么这是第五律师 如果是第一律师 只能够送比修的四重戒 那么第二种律师 是送到二篇 第三律师 他能够送到比修戒本全部 第四律师 比修戒 比修尼戒戒本都会背 第五律师就是广颂二部律 不仅戒本会背 还能够把整个律障碰到 如果有这么一位律师出现 那佛法想必就能够打醒 那么所以一般来讲 僧团呢 比修僧团呢 通常都是做略教戒 那比修尼来请教戒之后 我们晚上送戒的时候 一般是知客了 知客就会在僧中白告 某次比修尼僧和和 僧差某某比修尼 半月半月顶礼比修僧足 求请教授您 说三遍 然后诵戒师呢 就会在僧中问 有没有能够教戒比修尼众的 三问大家都默然 都不敢说话了 那就是没有了 没有呢 就传一个略教戒 就是而比修尼僧 精情行道 谨慎莫方逸 那么第二天呢 比修尼再来 比修僧中 来请问 有没有猜 这个教戒比修尼的比修 那么知客就会回答他 那么我们这里啊 没有堪能 就是做广教戒的比修 那么上座如律 为如等传宣略教戒士 就把这句话 而比修尼僧 精情行道 谨慎莫方逸 传过给他 他呢就回到僧中 这个受差的迷失啊 回到自己的迷生团 然后也是急声 来传这个略教戒 那么这个法 必须得做 如果不做 那也是 犯三篇的罪 那么这里还特别讲到 生其律远 说到比修教戒尼时 应如女祥 尼于教戒人 当如佛祥 做比修的人呢 也不能够高高在上 作为作福的 应该把比修尼啊 当作自己的女儿祥 就是那种关怀 希望他能在道业上长进 护念他的法身会命 这样的一种想法 那比修尼呢 对教戒人呢 当如佛想 把这个比修当作佛一样看待 是佛来教戒过 那种恭敬至成的心 你才能够得到最殊胜的礼 印光大师讲的 一分成净啊 得一分利 十分成净得十分利 想要真正在佛法上有所成就 必须要在恭敬心中求得 第七条 不应在无比修处下安居 那么这是佛所制定的 比修尼啊 一定要在附近有比修的地方 来接下安居 为什么呢 因为比修尼也是一直比修来接下安居 那么倘若在安居期间 有修行上的问题 就可以啊 随时向比修去请示 那么这个距离要多远才合理呢 立上规定啊 是去比修住处半游巡内得安居 过者不得 长至僧中滋求教会 也就是比修尼 在比修住处半游巡内 这个半游巡 一游巡呢 有的说是三十里 有的说四十里 有的说六十里 还有的说是八十里 那么这个实际上呢 它也没有定 一般来讲就是过去帝王啊 行军 走一天的路程 那么走得快的 甚至你能够一天走八十里 走得慢的 那一天走三十里 这有可能 那么半游巡吧 那么一般来讲 最少就是十五里 最多的也就是四十里 那么这个路程之内 你可以一日之内往返 因为半游巡去 半游巡再回来半游巡 那一天正好往返一游巡 因为安居当中啊 晚上就要回到这个戒内 过宿啊 没有姻缘 是不能随便了 出戒外 过宿 好 第八条 是安居敬 因一笔修身中 求三世自治 见了你 我们笔修笔修你众 佛制定我们安居之后 最后一天 向我们做前安居的 就是四月十六日 安居 叫前安居 那么就七月十五日 那一天就要做自治 七月十六明相一出 那么安居就圆满了 那么自治呢 也就是自认别人 为我们说我们的过时 有人能够劝谏我们 说我们的过时 对我们的修行提升 是很大保护 那么佛地子众 都应该啊 用善心 善意 互相的劝谏 上戒本上讲的 如是佛地子众的正义 辗转相见 相交忏悔 这是大家都能够争议 都能够啊 修行上更上一层 所以自治那天 就是自认 大家认立的 都可以举发我的过时 那么当然 这个举发者 他必须也是 刚才讲的 要有五得 不爱不惠 不顾顾吃 知自知 不自知 那么比丘尼 除了在比丘尼僧当中 求自知之以外 他还要先到比丘僧中 求自知 那求自知 如果比丘发现 比丘尼有过时的 是可以举发出来的 当然这个举发 也是要有根据 就是见文仪 三根 是真见到 你犯过时 或者我听说 你犯过时 或者我看到 一些蛛丝马迹了 我怀疑 我怀疑你犯过时 就有疑 有见 有文 有疑 这就是有根据 如果没有见文 疑这三个根据 这就无根 就属于报 那就不可 比举 比丘如果是毁谤 比丘尼犯重 那比丘也会买二条 那所以这是第八条 那么安君 这个最后减下钱 要做自知 到僧中 比丘僧中 做自知 可能大家 这么多年 都有这么做 那如果 这个需要 我们这边配合 我们也很乐意 这个只要是如法如律 这对于佛法的 这个正法的九助 是有很大帮助 那么如此大事 因尊重 恭敬 赞叹 尽行术 不一目 这是佛对我们 开示的八经法 那么 当比丘尼 听到八经法之后 就要说 顶带受使 那么就是表示 我们要一教奉行 果然能够一教奉行 这个就能够 令正法九助 在善见律上 这么说 佛出不度女人出家 未见正法五百年 后未说八经 听出家 依教行故 还得千年 今时不行 随处灭法 顾虚利益 善见律上讲 佛最初就是不肯度女人出家 不为她受尽 为什么呢 佛讲出来了 因为女众出家 正法就要减了五百年 那这些都是事实 佛绝对不打望 本来正法是一千年 如果女众出家 那佛告诉我们 这个正法就会变成五百年 那其中的原因 大家可能也能猜得出来 因为生团当中 假如男女困居 这就会很多染于不亲近 那么女众出家 假如没有好好修发净法 那就很可能 放纵自己的烦恼吸气 那在末法时代 出家里面 比丘尼通常学得是很好 比如说学界 我走过很多地方 发现比丘尼学界的兴趣 比丘还要浓 确实有的学得比丘尚还要好 但是学 学得好 假如就以此作为傲慢的资本 那就学错了 这不是戒律的精神 戒律是学到最后 是寂静条楼 如果我们越学越傲慢 觉得你看我 懂得戒律很多 我能实践 但你们都是犯贱 那就麻烦了 这就是跟修道 背道一致 所以惠能大师 在谈经里讲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 你真正在修道不能见世间人的果实 不是见不到 他有没有犯见 我心里是清楚的 我不是真的看不见 我看不见是我自己一吃 我看见了 但是不放在心上 对他尊敬 还是如同敬重佛菩萨一样 像阴光大师讲的 看一切人都是菩萨 唯我一人实事 只看好样子 不看好样子 你这样才是真修行 才是真实戒 所以佛也是看到这些情形 所以才不让你种出家 但是因为他的姨母 对他有养育之恩 而且又这样的 恳切的提起 所以佛才开始 为他们说八经 听许他们出家 开了这个先例 而如果佛修尼能够 认真地奉行八经法的话 正法又能还得千年 所以假如 佛修尼不行法八经法 那么随处就是灭法了 所以 历上提醒我们 要顾虚立意 要好好地策立自己 为正法九经 我们就要立行八经法 我们就要立行八经法 这是尊佛所讲的 这才是真正的 佛的好地心 那么在《狮子月佛本生经》 《狮子月佛本生经》里面 有一个重要的记 就讲到 若有比丘尼 不修行八经 此非是种女 犹如詹陀佛罗 若有比丘尼 不肯受持八经法 现在还真的有人提出 八经法就不是佛寿 你们有没有听过 好像有吧 不要听她了 这是魔术 台湾就有这样的人 还草子轰轰烈烈 说八经法 是歧视女性 不是佛说 就跟讲大神非佛说 一个论调 而且她的这个 这个枪口 直接对准是戒律 因为戒律要是毁了 佛法就跟着就毁 所以这真的是 那如果比丘尼 你不修行八经法的话 这个就不是世总女 就不是世家族的女子 那我们意思就是说 我们出家就叫世子 那换句话说 就没有资格做世子 做佛的弟子 那基本上就是属于摩外 犹如詹陀螺 詹陀螺是指下贱之人 所以你能修八经法 才是尊贵之人 就像水一样 上上弱水 水都往低处流 那么能往低处流的上上 他很调柔 流到哪里 流到方形的池子里 他就是方形 流到圆形 圆形的池子里 就是圆形 他自己呢 没有知识 上上 那么我们比修尼能够这样尊重比修尼 就是调柔 就是上上 这就是尊贵之女 世总女也就是尊贵的女性 那比修尼那就是尊贵的女性 因为她能持戒 因为她寂静调柔 因为她有戒德 所以不仅人尊贵 一切天龙鬼神都尊贵她 尊重 爱护 拥护她 她可以做人天表帅 所以能把自己的心谦卑下来 修行八经法 那么佛陀赞叹 天龙鬼神都尊贵 一切人也都尊敬 反之呢 那就是詹陀罗 变得下降 所以越想要自己 被人尊敬 而不去尊敬人 自己就越变得下降 所以八经法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实际上这八经法就是戒律 刚才讲的 这个八条 第一条 就是要恭敬 比修 要起迎 礼拜问训 请命中 这就是三篇里面第175条 大家对戒本都应该很熟悉了 那第二条呢 不得骂邦比修 是三篇里面的第145条 第三条呢 戒本上没有 它出自中本启经 中本启经的第五条 那如果违犯 这就是犯五篇 第四条 八经法 刚才第三条 就是说 不得举比修罪 第四条呢 要在大僧中求大戒 这是比修尼戒本的三篇139条 第五条 就是出二篇罪 要在二部僧中禅 这是这个比修尼戒本里面 规定的那个禅法 如果有所没犯 就犯五篇的罪 那第六条 就是半月半月到八僧中请教授 这也是啊 第三篇当中 141条 这个第七条 就是 截下必须一大僧 这是三篇里面的143条 第八条呢 就是 在僧中求自知的 这也是三篇里面的142条 所以这都是戒法所为的 如果有违反 那就是违反戒本 那我们呢 能够尊敬 受持八经房 那就是这个很好的来护士接宝 那么这个八经房呢 到这里啊 就跟大家 讲解到这算是圆满了 那么时间也到了 下午呢 我们两点钟 还有一堂课 就正式跟大家做一个策利 鼓励大家呢 鼓励大家好好学计 认识学界的重要意义 好 谢谢大家 想念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